俗哥说电影包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俄英合拍的惊悚影片 迪亚特洛夫事件 影片一开场介绍说 在1959年的2月份 9名俄罗斯登山爱好者吃饱了没事干 到乌拉尔山脉的旷野里下手转 两周后9个人被发现全都领了好拍 这就是著名的迪亚特洛夫山境事件 俄勒冈大学的心理学学生大眼妹 在教授的支持下 带着几个傻大胆 准备去乌拉尔山脉 找寻迪亚特洛夫山境事件的真相 在出事之前 咱先把人物给介绍一下 除了大眼妹和他的好朋友胡子哥之外 还有音频工程师大兄妹 登山专家小白脸和登山发烧友富二代 五个人收拾好装备之后 争先恐后的踏上了一条乌龟路 拽都拽不住 转场之后 几个人很快便来到了俄罗斯 然后又倒了几档车 来到了一个叫伊夫黛尔的小镇 在迪亚特洛夫山境事件中 有一名所谓的幸存者王的白 这哥们之所以没有嗝屁 是因为他在登山的第一天 就跑度拉心来懵逼 但诡异的是 在出事后不久 王的白就疯了 整天不是对着镜子傻笑 就是迎着风撒尿 大眼妹等人本打算采访一下王的白 但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 非常的不配合 说我们院今年的指标 可是还没完成呢 你们要是再跟着捣乱 我们就要采取特殊手段 而就在这个时候 王的白突然透过窗户 举起了一个牌子 几个人一看 马上就心领神会 晚上大眼妹等人来到酒吧 当老板听说 这几位要去调查迪亚特洛夫山景事件 这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从柜子的最里边 拿出了一瓶陈锋多年的老酒 老板说 这瓶酒我可珍藏了几十年了 一般人有钱也喝不到 当这几位喝完酒之后 大眼妹说 你为啥让我们喝这玩意儿 老板用手指着指墙上照片 说当年迪亚特洛夫登山小队 临走前喝的就是这瓶酒 这就叫临行一杯断头酒 黄泉路上手牵手 大伙一听都吓得一跳 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第二天的一早 五个人搭乘龙套叔的卡车 来到了乌拉尔山下的小镇 采访了龙套叔的姑姑李大妈 这李大妈呀 当年曾经参与过 搜救迪亚特洛夫登山小队的工作 李大妈说 那地儿确实挺诡异 当时我一到那儿 就觉得尾巴根不停地窜凉气 毫不夸张地说 我都能闻见地狱的味儿 转场之后 几个人边瞎猜边上山 义无反顾 而且脚步坚定地走向鬼门关 在途中过了一夜之后 大家突然发现在他们的帐篷附近 出现了一些巨大的脚印 一帮人分析来分析去 也没分析出个屁 经过长途跋涉 五个人终于来到了 能够置人于死地的迪亚特洛夫山京 大眼妹说 在1959年的今天 九名登山员晚上在这个地儿睡觉的时候 被一种神秘的力量给干掉 而且其中一位的体内 居然还检测出了放射性物质 不过根据我的判断 应该不是原子蛋干 正如李大妈所说 这个地儿确实挺闲门的 大家带的一些电子设备全都失灵了 连指南针都找不着尾 小白俩说此地阴气非常的重 再不走就有可能丢了命 风二代说来不及了 等收拾完东西天都黑了 大眼妹说 这一路上你们的吃喝拉撒睡 全是我消费 你这什么活都没干就想走 那可不行 由于怀疑附近有辐射源 因此到了晚上 大眼妹和胡子哥拿着仪器 开始到处下悬磨 时间不大 两人居然发现了一个 俄罗斯军烹的秘密仓库 不过由于这大门锁得比监狱还结实 因此两人费了半天的劲也没进去 要说截至目前收获最大的 应该算是大兄妹和小白俩 这二位是一见重情欲罢不能啊 很快就钻一个被窝了 当两人刚打算要要要 瞎胡闹 煎饼果子来一套 这外面也不知道是哪个倒霉催的 光当一声就放了一扇炮 当时就把这二位吓尿 紧接着就雪崩了 而光着定了大兄妹 也不幸在这场雪崩中 因公牺牲了 小白俩虽然没领盒饭 但腿被吹断 黎明时分 胡子哥一颗信号弹 希望能千军窝马来相见 但遗憾的是 这颗信号弹不仅没能使他们获救 还把坏蛋给招来 还没等这几位明白怎么回事 对方盯了光当就开了枪 小白俩由于行动不便 领了盒饭 而富二代在逃跑的过程中 也不幸主担 三个人这边刚跑进山洞 就被人从外边把门给锁上 这就叫关门打狗一个边上走 既然出不去了 那只能往里边下旋往 此时的富二代肠子都毁清了 说我放着山珍海味不吃 非要跑这儿出东林喝饭 你们说我见不见 三个人顺着过道往前走了没多远 来到了一个像是实验室的地方 胡子哥和大眼妹在桌子上 看到了一些资料 这些资料中不仅记载着 之前九名登山员死亡的日期 更神奇的是 还有美国费城实验的一些情况 大眼妹说此地凶多吉少 在那赶快吧 随后两人又发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不仅有被烧焦的尸体 还有明黄黄的大铁垢子 就在两人瞎分析的时候 富二代突然就被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给吃掉 这下可把大眼妹和胡子哥彻底吓尿 两人跟没头的苍蝇似的横冲直撞 最后来到了一个黑灯瞎火的密室 大眼妹说咱得去救富二代 胡子哥说你可歇了菜 咱俩要是出去就是给那些怪物从外卖 大眼妹一听顿时是气急败坏 无意中捡起一块石头往里边一扔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胡子哥说这很有可能是个传送门啊 现在的情况是外面有怪物 这里边又没有出口 咱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蚁 利用这个传送门试试看 如果传送的好咱俩都不用领和汉 传送的不好 二十年后咱俩又是两条好汉 事实证明啊 这传送门确实不太靠 也不知道是传送的太快还是压力太大 总之是二尾全都挂了 影片的最后 大眼妹和胡子哥的尸体 被军方的人拖进了山洞 挂在了大铁钩子上 由于迪亚特洛夫山径事件 至今还是个谜 因此这部影片的情节 纯粹是胡编乱当 让人看的也是莫名其妙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汤试呀 这个世界很神秘 充满未知和伟疑 没事不要下学末 不然容易嗝的屁 请不吝点赞 订阅